大家好 我以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正所谓每一次反弹 那都是逃命机会 小伙伴们 这两天假模假事搞了很多利好 做了一波反弹 资本再次开启了这个卖卖卖的模式 赶紧甩卖 赶紧套现 赶紧认 就在昨天晚上12月11号 三支松鼠发布公告 国内巨头 临时零售的巨头 持股5%以上的股东 Nice Growth有限公司 你通过集中进价交易和大宗交易合计 减持不超过2403万股 既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 一减要减掉6% 按照上周五收盘价计算 可套现金额 高达5.27亿元 几个亿一甩就出去了 而这个Nice Growth有限公司 实为知名创投公司IDG旗下的基金 这已经是其在解禁之后发起的第五轮减持了 2019年7月份 三支松鼠是成功上市 在电商可以讲是风生水起 鹤立集权 做得很好 三支松鼠 经常假模假设 搞很多营销 也是引起很多关注 IDG也是通过 Nice Growth有限公司和高正 这是有限公司合计持股24.89% 是第二大股东的之前的一个基石投资者 2020年7月份开始 就上市满三年 满三年他就可以解禁了 一解禁就赶紧卖 赶紧套现 就赶紧收入囊中 随后启动持续的减持 目前最新持股已经下降到11.63% 这次如果成功把6%搞掉 持股基本上就快没有了 再做一两轮基本上就减持完了 成功从创投投进去 很多资本 中国很多这种资本 他已经布局很多年了 从什么10年吧 或者说叫做更早之前 那很久很久之前 他们就布局了 现在早都过了 什么叫做 在投资中国没有 现在是退出 国际资本布局 十几二十年 人家现在已经是收获期 已经是不是把资本兑现 把他的投资兑现的事情 不可能投资一辈子 总有是买了总得卖 买了赚的钱就卖了 哪里有上上 那么多时候又说走眼塞 广东话 你以为过日子 跟你人家是来投资的 是来赚钱的 而且三只松鼠上市之后 业绩表现也是非常一般 这很正常 通常来讲 一个公司真正的上市 都是高速增长期 他最高速的 从零到一的这种创业期 已经过了 之后会有成长 会有成长 如果这个公司理念是正确的 要慢慢做 中国整个市场 它是平稳发展的 它可以继续成长 你比如像美国 很多公司上市 几十年一直 几百年一直成长 什么可口可乐 什么星巴克 什么麦当劳 今天还在成长呢 他走遍全世界 他不断寻求各种机会 人家那个土壤不一样 整个土壤 整个体制 整个心态 那就比较平稳 是吧 中国呢 没有这样的事情 中国就是打一枪就走 你这共产党也是这种心态 就开放几年 就割韭菜 共产党也是这么个心思 资本也是这么个心思 没人认真 踏踏实实 你说这个搞个几十年 没有 茅台是个特例 茅台现在也不行了 茅台也见顶了 是吧 茅台由于中国庞大的官僚资本的成长 对吧 他就也成长起来了 慢慢成长 对吧 但是也见顶了 现在这整个中国经济到了这种资本的兑现期 他们都在润了 找到点机会就润 他们进入资本的时候 成本非常低 很多都零成本 现在想起来就是零成本 这营业收入 反正停滞不前 这也是反映出来 中国零售不行 三只松鼠 禁力院 今年出现大幅下滑 这没得说 所以时不时爆出食品安全问题 又说辱华 这些小动作就是同行互相搞 你要我说的你不是说什么国家 三只松鼠 跟国家没毛关系 整天为什么突然间就辱华呢 又说什么小眯眯眼呢 这些就是同行 一看就做特相 就也不敢说百分百 这种无聊的东西 那都拿出来互相针对 就特相同行做的事情 中国内卷起来 面对的事情 在中国做点小争议 很多人没实际做过 你一做完的话 很多时候你面对那同行的 因招损招 以后要面对的官员的盘剥 你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 除了这个三只松鼠之外 最近连续减持 你看这个东方金工 副总经理 也是你减持股份不超过百分之 25万股 前三季度净利润下滑超过46% 而药石科技 石头的石 这个药品的药 药石科技的员工 持股平台 你减持 就是整一套员工体系 减持3.91%的股份 用于落实股权激励 很多东西它必须兑现 你比如当时你说 这股股权是给员工激励的 你做了这个持股平台 然后公司股价炒上来了 你这个时候要兑现 兑现就给员工发福利 这些东西 涉及到很多历史的遗留问题 或者因缘 这一下子说不清楚 或者说这共产党当初 什么你说大印的华尔街 什么很多东西 里面搅在一起 我们一般老百姓 这太庞大 有时候不会说 一个视频 或者说一两天说得清楚 问题就有很多历史缘由 为什么这个时候又开放了 为什么共产党不敢 不敢真的得罪美国 或者说共产党不敢真的得罪华尔街 有很多历史缘由 里面甚至什么红三代 红四代 江泽民的得的孙子 他什么的 你说这搅在一起都有的 所以很复杂 这个东西 说起来 这个 这个还有 你看反正 咸亨国际 也是另外一个上市公司 三股东 你减持不超过6%的股份 前三季度 禁利润也是下滑 所以看到就是 也很多 最近很多公司就一涨起来 这个赶紧兑现 不像什么时候的兑现 连跌的风 那个时候 他们也卖不掉呢 很多的嘛 他们的股份几千万几个亿 接不住嘛 哪里有那么多韭菜 镰刀太多 韭菜不够用 所以赶紧 如果现在行情好 大家就赶紧兑现 把公司稳住 细胞胞一声令下 把这个行情做起来 忽悠一下这些股民 让股民进来 然后资本 你们说不是公司也没钱了吗 赶紧从股市掏钱一点 大家做出这个机会 你就说 你们内部已经培训过了 对吧 或者说 我们老百姓不知道 背后的原因 有时候你说 要分析背后原因 这个是很复杂的 一般老百姓也掌握不到 我们就是根据一些现象 你就看看 反正人家一有点 逮住点机会就跑 那背后 中国的问题多多啊 各地地方政府 你看刚发7500亿 还是还在就在哪 发了7500亿 你别以为有钱到位 就像你很多很多 现在屁民 今天给你开个信用卡 开个5万的信用卡 你以为有钱到位 也没钱到位 像我很多朋友 我现在 哇 终于开了个5万的信用卡 但是你以为他有5万 没5万 5万拿来还债 来开个新的信用卡 来还旧的信用卡 所以你别看他 对吧 又发了7500亿 发是发了 但是钱的根本没有 不见钱 他天天就是借薪还 就有利息吗 所以很麻烦呢 我看了这个出来 说辟谣 我们7500亿是置换 置换更惨 钱也发了 也没见到钱 你说多惨呢 是吧 终于开了一张新的信用卡 对吧 结果那钱全部是拿来还旧的信用卡 对吧 你说痛不痛苦 痛 生不出事 所以真的 很多地方政府 你看这个 拖欠义务 教师工资 二一年八月份上班 直到现在15个月了 你看15个月了 招聘的时候 说一年落实编制 开工资 到现在为止 一分钱没有见过 我去 15个月了 教义务教育 老师发不了一分钱工资 这什么鬼地方 这叫随话 这叫随话 这叫 是读随话 这个地方 你看这些中国的三四县城 乡村 村镇 真的是麻烦 社保也没交 我去 那你哪里有钱 做15个月 白做 打个多次电话询问 没有实质性解决措施 含糊其次 一直拖延 这什么鬼地方 这是 民警 民警 也没有开支 民警也没有开支 我你看民警 老师都没工资 我去 这地方是够厉害 之前说什么 是东北那边 随话 不知道是不是 之前荷兰 有个很早 好多年前开始 什么环卫工 欠薪 还要再到 都没有疫情 当时都没疫情 然后再到 什么法院 法院都欠薪 那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到现在 习近平上台之后 是把问题掩盖住了 但是 其实很多问题 你说有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 你比如什么 一般老百姓 那个 房子烂尾 烂尾 这个事情解决了吗 全国房子建好了吗 没有 是吧 哪里的动 动都动不了 对吧 这个许家印都要跳楼了 搞了半年 那这个国内 这情况啊 反正乱乱成一团啊 现在没有办法啊 可以做一波反弹 那国外啊 我们就看看国外 国外也不乐观呢 啊 国外现在看到这个特斯拉停产啊 竟然是真的啊 上阵子我已经报道过了 然后当时小道消息啊 都没想到啊 竟然这个路透社出来确认啊 就是真的 就是要停产 停产多久 他也没说 啊 这个 马斯克啊 位于上海的电动汽车超级工厂啊 12月份啊 有可能减少 或者说暂停 Y型电动汽车的生产啊 路透社引述一份内部备忘录啊 以及两位路透社啊 都国际大媒体 人家说话啊 就有份量啊 之前也说什么二十条 什么十条 他们是很早说了 当时我们也很质疑 但没想到啊 就成真的 这些国际国际大媒体 人家真正的发现国际大媒体 啊 真不是吃素的啊 真不是吃素的啊 就引述内部备忘录啊 两位知情人士话说 12月25号啊 到明年元旦之间啊 暂停 整个就停了 不是说20% 那可能在整个一个月里面是20%啊 哎 但是 最近一段时间 那就是整个停掉了 一台都不生产 整个产业链把它停掉 你说这个什么事呗 你说什么事呗 中国呢 都是农历年休息 那么你你这个 这个圣诞节之后 就给我全部放假 是闹哪样啊 啊 这个全部暂停歪行啊 根据路透社报道啊 特斯拉计划12月份 啊 就因为这个停了一两个星期呢 他生产目标削减百分之三十 那比我们之前小道消息说的百分之二十还要多 多百分十百分三十去了 啊 使其位于两 就两万辆吧 生产两万辆 啊 这为什么呢 里面就说到可能是由于明年了 开始不补贴了啊 没有补贴了 所以就干脆把它停了 然后看看怎么情况先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顺便就维修机器啊 是大概是这么个说法 把机器就刚好维修一下了 把公安先回去休息 就调整 调整 不知道明年什么情况 所以明年中国电动车可能出状况 啊 所以什么什么小鹏啊 你看到为什么跌的这么厉害 这个时候反弹赶紧跑 你特斯拉都赶紧停下来 你想想 那些说小鹏这些往靠边站 都都靠边站去 啊 还有这个三系列啊 你看也也也是 说暂停生产啊 什么时候恢复 他没说 估计就是要观察 这个中国政策的变化 有没有最后落实 这个补贴继续补贴 啊 还是怎么样 现在有一个免购置税嘛 还是有点鼓励措施啊 新能源汽车 网友说主要是摇号 也不是说说很多时候 比较好摇号 真真没没人搞的一个啊 但是就是有一个摇号的优势嘛 然后感觉开特斯拉还是备有面子啊 还是还行啊 反正就就就就有人能接受 但是如果你们又没有补贴啊 这个摇号现在很多因为经济崩溃啊 他也慢慢放开了 一放开谁买电动车 买啥电动车 肉不保值 到时候卖出去残值很低 特斯拉可能还好一点 那其他的那那你简直你卖不出去为零 你想你一个一个有些比如你个凯美瑞啊 这些都比较保值的啊 什么卡罗拉呀啊 那这些保值得很 你开个几年 那么这一半能卖出去一半年 信不信 很多时候如果你保养的好的呢 一半都不值 很保值相当保值 因为这些你开个几年 那你卖出去没人要 这些电动车 反正很多问题啊 那这特斯拉的停产就就实锤了 大概大概就这这么个报道 那除此以外啊 美国啊也是抓紧制裁啊 就没有停一刻都没有停啊 美国财政部表示啊 对中国公民啊 利振瑜和卓新荣啊 以及他们两个人有关联的十家实体啊 进行制裁啊 包括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平潭海洋实业啊 公司哎 这看上去的名字跟细胞包有点关系啊 平潭啊 福建平台嘛 平台海洋实业啊 这个涉及到非法捕鱼啊 和侵犯人权啊 很多员工在上面坐这个船员的时候啊 受到虐待啊 有的甚至就就被丢进大海里面去啊 想联系家人联系不了 再出了海 然后直接给你饿个三天 你不听话啊 不听话甚至就丢丢到海里面去 船上面也没有任何的照顾啊 也没保证不了这个饮食啊 所以很惨啊 上面是强迫劳动 你看啊 中共搞强迫劳动有一套 这是平台海洋实业 所以要要制裁他 而且他乱捕人家海域的整天去人家那那那那林海里面捕鱼啊去人家什么经济经济啊 开发专属开发区嘛 整天也是他自己那那打完了就猛打别人的对吧 这个那不是占别人家这是有私有财产吗 人家那那 大家都画好了 我那里是你的那里是我的整天跑到别人家里非法捕鱼 很坏啊 捕多了的为什么呢 不就是想赚钱吗 把别人家的钱赚了吗 而且一般你比如日本啊 那个那他日本的海域都是 呃 一直以来捕捞他是比较文明的捕捞嘛 就 鱼多 中国那些都是咋去吧 乱乱乱的乱搞吧 把这就是 急则而鱼啊 贺则而鱼啊 就就把把了那个鱼都补光了 都没有了杀鸡出去了啊 那就没有了发现自己就没有了 这个乱捕一通就没 那这个就跑到一边 哦 别人那里还有就跑跑到别人的鱼场里去 哎呦 所以这很讨厌啊 呃 所以这野蛮啊 太野蛮生长了啊 生 而且你得罪别人的别人肯定不会让你好过 哎 所以这个 各种问题啊 过去这么多年高速增长的里面违反很多问题 现在只是看到冰山一角啊 那先看呢 先说到这里吧 啊 绝对5点意思点赞这个分享 拜拜 嗯 嗯 嗯